407历史颗式题 底题 版面配置 选择版面设定 纸张大小设定 宽度29.7 高度42 边界设定 上下边界为4公分 左右边界为1.8公分 页首及页尾距页圆距离2公分 版面配置进入 在此设定为2公分 完成作业后 行确定 第二题 选取第一段文字 不包含班级文字列 Ctrl-X-下 于页首区段快点左两下 Ctrl-V贴上 关闭页首及页尾 程式文字列 选取三列文字 包含段落式标记Ctrl-X-下 返回上页位置区的页尾处快点左两下 请Ctrl-V贴上 关闭页尾编辑 停住在第一段蓝色文字位置处 透过新增样式功能 点选样式 新增样式 名称设定为选择题 格式进行编号方式设定 定义新的编号格式 指定流水号一号包含小数点 左侧一个小括号 中间包含五个空格 再行右括号 完成后 行确定 此时请客要特别仔细再检查 游标要停住在该项 确定 这行格式进入段落设定 题目要求凸排4.25字圆 4.25 请注意单位字圆 并且与前段距离一行 后段距离0.5行 完成后 行确定 再一次确定 选取所有蓝色文字列 重新套用选择题样式 并且由版面配置进入蓝 其他蓝设定 两蓝四格式 蓝间距为两字圆 加设分格线确定 各蓝仅安排15题的资料 所以在第16题的位置处先行点选 分格设定 选择分栏符号 完成 第五题 针对填充题标题点选 常用功能 段落 分行与分页设定 选择段落前分页 确定 针对填充题的题目 选取一段文字 由新增样式进入 指定名称为填充题 完成后 行确定 并且将其绿色文字 接套用填充题样式 选择绿色文字 由于是不连续式选取 所以要搭配Ctrl键 好 套用填充题样式 再次点选编号位置 以右键的方式指定 从1号开始起编 右键1号 好 右键1号 完成作业后 存档评分 解题完毕 解题完毕 解题完毕